就在立法院就是同事啊 我到高雄來的時候 有些時候順道就會送我一程啊 所以本來就是有一些的私交 那這是到高雄來選舉的時候 第一次正式在公開場合見面 當然就是講講過去啊 他說高雄很大 我說對啊等等之類的 大概就是講一些過去的事情 那會談到選戰嗎 當然不會談到選戰啊 在那麼短暫的教會當中 沒有辦法談這麼複雜的選戰問題 如果說你是因為還錢 就可以辦法解除你的權利義務的話 那教育部為什麼還要扣留 所謂的醫師證照 所以表示這個層面上就是 沒有履行完畢的 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一個義務 我想市長如果有 以後有機會要一本從醫的初衷 應該還是可以在衛生署 所指定的醫院 繼續完成衛進的責任吧 提到高鐵南高雄的部分裡面 我還是要強調 2019年明明就有四個 四個高鐵的方案 有兩個都會經過我們高雄的市區 為什麼2019的蘇貞昌院長 跟陳其曼副市長 不選擇高鐵進入我們的高雄市區 一直要扯馬政府時代 那個是在12年前 而且12年前毛治國所簽署的 是因為高鐵那個時候是虧損的 考慮到財政的問題 而且所謂的共購公共鬼 時空環境 民進黨最喜歡講的不一樣 所以請你不要每次談論事情 都要找馬政府時代的時候 來續作推託 請正式2019年四個方案當中 就有兩個方案 是可以經過高雄市區 請強調2019 所以高鐵目前的定案 是由蘇貞昌在2019拍板定案 請把時空放在最近 不要動不動就拿過去的部分 那你如果要拿過去的話 那請你也順道提一下 魏武營當初拍板定案是誰來做的 是不是這樣才比較是做一個公平 而且是一個同樣的標準 我們這次在面目口開講 我就說所有的感動都是來自行阿奈 所有的感動都是來自廟墊 所以我們直接跟市民來做一個對話 我們沒有動員 就是大家自發性的過難 你可以看到大家是完全在樹下 在任何的地方 不像是有些動員的角色 你看帽子戴好椅子排好 我們不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們沒有這樣子的財力 所以我只能說 我們沒有人脈 我們沒有金脈 但是為了高雄現在的命脈 我絕對立抗陳其邁 我第一次來幫柯智恩加油 是9月30號 第二次是10月10號 在陳青湖散布 這是第三次 我看到的情況是一次一次比一次好 尤其是今天車到3號 這讓我們感覺到 我也覺得OK 我有希望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它是長時間的細火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纖維供染到一爐進去 裡面的蛋白質 它是雞肉牛肉蝦的三倍之多 營養來源更加的豐富 我推薦給大家 記得要輸入CTI567 CTI我辣7